女孩在地铁站不停地上车下车 只为了进入传说中不存在的车站 就在午夜十二点那一刻 原本全是人的车厢 突然变得空无一人 而且由黑夜变成了白天 等车厢门打开 女孩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如月车站 原来女孩对不存在的车站很感兴趣 她找到一个从车站回来的女人 试图发现进入如月车站的方法 从女人的描述中 女孩得知她是在午夜十二点登上末班车 原本热闹的车厢 突然变得空无一人 紧接着车厢一阵晃动 在一阵强烈的亮光过后 女人发现原本黑夜变成了白天 而且车厢里的年轻人都在沉睡之中 她来到驾驶室查看 发现驾驶室空无一人 紧接着列车停靠在一个站台 正是传说中的如月车站 车上几人立即都下了车 在这里手机都没有信号 原本大家以为自己坐错车了 可他们发现列车轨道是单向车道 于是几人便顺着车道往回走 可走着走着 西装男突然脸色大变 紧接着全身都爆裂开来 几人吓得转身就跑 就在他们累得停下来时 一个老头叫住了他们 紧接着他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然后突然朝大家轰了过来 只因为坐上午夜末班车 几人来到了一个不存在的车站 一个老头突然朝他们追来 女孩躲避不及被他抓住 下一秒两人身上就燃起大火 接着就灰飞烟灭了 而黄毛也变得疯癫起来 他拿出匕首不断挥舞着 剩余两人赶紧往隧道里跑去 黄毛在身后颈椎不舍 可突然隧道里一片黑暗 黄毛突然出现在隧道上方 两人吓得跑出了隧道 恰好一个好心司机出现在这里 他们便上了他的车离开这里 可车还没开出去多远 男人转头便冲着他们扑来 还好被车门挡住 两人继续往前跑 来到了一间寺庙 在旁边发现了一道光门 很明显通过光门就能离开这里 就在他们往光门跑去时 男人突然出现在这里 而且其他死去的人也出现了 女人只好拦住了他们 让学生妹跑进光门离开了这里 可奇怪的是 女人醒来后发现 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 那学生妹去哪里了吗 女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孩 让女人想不到的是 自己在一世界才经过一天 现实世界已经过去了七年 随后女孩通过她的描述 把通往如月车站的方法推测了出来 等女孩离开女人家后 她便来到了车站 尝试用女人的方法进入如月车站 女孩开始不停地上车下车 女孩为了进入了传说中的如月车站 她按照女人的办法反复上车下车 在一道亮光后 女孩如愿以偿地坐上如月车站的列车 如同女人描述的一样 车上有几个年轻人在沉睡 而且驾驶室也没有人 等列车停靠后 上面的站牌正是如月车站 一切都如女人所说的一样 他们顺着铁轨往前走时 同样遇上了主拐杖的老头 老头同样朝他们冲了过来 女孩赶紧把变异的黄毛推了过去 两人身上燃起大火 然后消失在众人面前 随后大家继续往隧道走去 可奇怪的是 隧道里并没有发生什么 不过穿过隧道后还是遇到了这个司机 但是女孩直接拿起石头砸晕了司机 于是大家都上了车 西装男便充当起司机开车 没想到原本的司机又出现了 大家立即下车逃跑 可西装男最终还是没逃脱 几人继续往前跑 可在女孩的记忆中 原本要出现的寺庙变成了一所大房子 他们只好先进入房子休息 可就在几人查看房子时 死去的黄毛突然出现 拉着三人瞬间爆炸消失 就连那个司机也出现了 现在只剩下了女孩和学生妹 这时一道光门出现了 女孩突然想起了女人说的话 首先进入光门的人会消失 然而此时学生妹被司机抓住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女孩拦住了司机 让学生妹先进入了光门 可是光门并没有爆炸 当女孩意识到自己被骗 她赶紧往光门冲去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 天空出现一个巨大眼球 而女孩则回到了现实世界 原来这一切都是女人的骗局 因为学生妹救过她 她才想要把学生妹救回现实世界 故事的最后 女孩出现在了列车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 不要太容易相信别人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